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否猜到是什麽來的呢? 我一看我小時候 我記得是這樣的 看那些教育電視 教我們怎麽做手工 做一個年曆給自己 就是他拿了一張年曆卡之後 就將每一個月份剪掉出來 然後做了一個十二面的球體 就可以自己拿來自己用了 這個做法就很有趣的 那你首先要預備一堆正五邊形 然後就將它組成一個十二面體 你發覺會塌塌陷的 就是這個五邊形 你如果想將它密鋪平面就密鋪不了 但是你將它變成一個這樣的球體 它塌塌陷可以完全是一個很漂亮的十二面體 就非常對稱的 因為它十二面 所以就拿來做 有人就說拿來做月曆了 就是這個意思 哦 那麼我沒見過 不過我們小時候我們讀中學 我不記得是中二那一年 讀這個幾何的時候呢 其中一個功課就是要我們做這些這樣的物體 我們做一個金字塔 做一個五邊形 立體的 用紙來做的 我們當時也覺得很有趣的 其實我們以前有講過一個問題的就是 這個球能不能用這個這樣的原理呢 做一個球體的多少角 是可以做一個球出來的 是的 比如你剛才講的 你用三角形 你其實用一二三四四個三角形 你可以組成三角椎體出來的 那個叫Tetrahedron 是不是 那你就可以繼續想 如果我現在不是用三角形 我換四邊形給你 你可不可以用一些四邊形 組成一個可以包圍著一個三圍空間的一個很對稱的立體呢 那四邊形就不難了 你有六個的四邊形 即是六個四方形 你就組成了一個一顆方堂的形狀出來 是不是 那個就是一個cubic 是不是 然後在這裏 我們現在看到圖的就是五邊形的 你拿著一個五邊形 原來就可以組成一個十二面體出來的 六邊形就很有趣 六邊形你就可以密鋪平面一點 就不是組成一個立體出來的 那有人就會問 如果再給多些的多邊形 你就行不行呢 但是呢 很多時候是沒有解的 但是有人就聰明地想到 如果你再將三角形組成其他組合 它不只是組成一個三角追體出來的 還可以組成其他很對稱的一些立體形狀出來的 也都是由一堆三角形就可以組成出來的 所以有些叫什麼Octahedron 或者叫什麼Icosahedron 現在這個 我們看到十二面體就叫Dodecahedron 觀眾會問 這塊東西是怎麼來的 這塊東西原來不是新科學發現來的 這塊東西是古董來的 就是羅馬時期 就有一件東西就留下了 那麼奇怪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科學家不知道他們用來做什麼 嗯嗯嗯嗯 我自己都是很後來才知道原來是 就是他們是拿來去做些什麼 就是你找到這些這樣的形狀 就好像給我就覺得有一點像一些 是不是給寶寶仔玩具呢? 給你進一些不同的東西進去呢? 那其實遠遠不止的 這些這樣的形狀 原來可以追溯回去那些叫做古希臘哲學家 就是那些這樣的時期呢 當時有個想法的 而且那個想法呢 是一路延綿了 千多年都是未被人放棄的 就是說 有人說 天空上面我們看到這些星的軌跡呢? 其實呢 在我們未知道有圓形 或者是橢圓形軌道的時候呢? 我們是會認為呢? 他們是由這些這樣的形狀來決定它的軌跡的 我們就會說 越是遠的那些星 我這裡不是說一些很遙遠的那些星系 是說我們銀河系裡面那幾大行星而已 因為在以前沒有看遠鏡的時候呢? 我們肉眼看到的那些星 基本上就是我們看到尤其是動的那些 基本上都是太陽系裡面的那些星而已 看到不動的那些 我們以為它真的不動 就傷了在牆上的 所以看到動的那些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甚至天王星這些這樣的星呢? 其實就是 我們就想了 嘗試去理解 究竟它的軌道是怎樣決定的呢? 而當時 台長現在展示了這個圖 你會發現就是一個很早期的 你可以說用太陽系來代表那個宇宙 而且也是加上這樣的形狀來去 嘗試用一個這樣的模型 去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們看到那些 金木水火土星是有這樣的軌道? 它原來就是每一個軌道 每一個星都有一個主宰著它的 一個這樣的獨特的幾何形狀 就這樣 於是乎呢 就有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西 你這裡看到的就是 這個不是一個科學理論來的 是純粹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一個模型 一個概念 很多東西就沒得解的 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時人 第一樣的 那個望遠鏡的水平是很低的 這個是十六世紀末 是著名的天文學家 也是占星學家 Kepler 那個原因 為什麼我讀出來呢? 就是因為在很遠的時候 剛才你提過了 古希臘 柏拉圖就寫了一個文章 是專門講這些圖形的 將這個圖形一頭寫在天空上面 就是說 原來這些圖形全部是很完美的 天空的宇宙也很完美的話 所以我們所有的星體 其實都是這些球體的形狀來的 但是這個是人類的主觀投射多於現實的情況 所以這件事 天文學和占星學未分加的 是 是 是 應該這麼說 當時就沒有所謂的一個專業的天文學了 或者可能只是有一些去天體的一些測量的學問 就不成為一個很獨立的天文學了 這裡都可以提一提的 這裡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是一個哲學的信仰來的 他們認為呢 這個天空上面這個所謂天堂的世界呢 就是有最完美的形狀 而這些最完美的形狀 就只有是由一些很純粹的數學概念 才可以描述到 所以它找到一些這麼獨特的這些多面體 這些它們認為就是一些所謂叫做 天堂次與邏 天堂上面有的一些的形狀來的了 就是譬如我們會認為 天空上面要不就有圓形軌道 或者它有其它軌道 就有其它一些很完美的幾何形狀來決定 所以就是說用這些完美的幾何形狀來去代表 我不可以說是解釋 是代表著每一個星體的軌跡 是它們一個哲學的信念 我會說 但是看起來很漂亮的 但是如果有這塊東西的話 代表當時有人在想什麼東西呢 就是剛才我們在說那塊的物體的時候 然後是否拿來做一個天空的比喻 還是一個玩具呢 我自己看沒有什麼實用性可言的 因為就算讓你砌到這樣的東西出來 這塊東西可不可以幫你們去量度 就是真的去幫助你去觀測 甚至乎是預測到天上面發生的事呢? 反而你是去到後來建立了那些九大行星模型 就是你看到大家一起 在一隻碟上面不斷在那裡轉 你有那個模型 就是那些什麼日深雪地深雪的模型 你都還可以依靠著這個模型來幫你去理解一下 就是說接下來看到的東西 或者過去看到的東西 合不符合你的數據觀察 但是這些這樣的多面體模型 你會發現沒有什麼 我會覺得描述性也缺乏 預測性就更缺乏 所以在Keplr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們認識Keplr這個人 就是由他在天空上面記錄下的軌跡數據那裡 而知名的 在他心目中裡面其實 他是想找一個答案 這些這樣的多面體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解釋到軌跡 同一時間就是 我儘管用我的數學和我的儀器去量一下他的軌跡 看看那些東西是否符合 那結果流下來的數據呢 他就找到一些數學的關係 但是這個數學的關係呢 是沒有辦法用他認識到的這些多面體理論 去解釋到的 最後反而就是交到去到牛敦時期 牛敦自己的萬有引力定律 反而可以解釋這個Keplr 他那個開普勒定律的那個數學關係 還有Keplr是不是他 首先發現了那個星體的軌跡 是橢圓不是圓形的 是不是由他發現那個軌跡 他可以說是都頭一批 因為他量度出來的時候 就是那個軌跡 他量度到就是 你如果不是套就橢圓形下去 你基本上是解釋不了的了 但是當時就是 是找不到一個數學理論 去怎樣去解釋 為什麼這些東西可以是橢圓形 真的要去到牛敦 他給出來那個萬有引力定律 才發現原來橢圓形的軌跡 都是其中的一個數學解釋 而且還可以把那個概念 就是把那個Keplr比賽概念 給一個更加通用更加圓滿的解釋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時今日 看牛敦力學這麼厲害 牛敦的萬有引力定律為什麼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他在當時來說 他一次過可以說 將那千多年來的那些觀測成果 和那些數據 就統合了在他的那條公式裡面 但是這個 所謂的這些圖形 或者這些這樣的形狀 是不是和古代這個 葛達哥拉斯的信仰有關 這個我自己就 我自己就能夠說我的 我自學功底不夠熟 我就會說 以當時來講 那個崇尚幾何崇尚 數學這些這樣的東西 是可以說成為一個哲學家必須的條件 你說如果說 那些人是很主張 怎樣可以下手下腳 是用他們自己的一些器具 來幫你們去 在圖形上怎樣去證明 去繼續去驗證 歐基里德的那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想大家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這些東西似乎就是 會是跟天空上面的東西有關 當然我們最後發覺 有時候他們想多了 但是就很多時候就是 有了這個幾何概念 就最後也是幫到我們去做天文的研究 但是最後發現 原來不是天空上面最多 是什麼最多呢? 結晶體上面最多 剛才我們講的那些圖形 是不是在結晶體裡面 這十幾二十年找到的? 這裏很有趣 我們剛才講了幾個那些名字 什麼叫Tetrahedron 就是一個三角追體的那些形狀呢? 如果你說看一個 一個晶體的結晶體 我們很少見一個三角形狀的東西 不是沒有 有時候也會有 但是如果你問這個世界上 有哪一種的形狀 它是最能夠放在一個瓶裡面 令到空間最有效地填滿呢? 原來這個Tetrahedron 就是答案來的 所以我們自然界 你看這個化學上面很多的一些的氣體 它們如果有一個Tetrahedron 就是一個三角追體的一個這樣的形狀結構 它們往往就是那種 可以放得很密的程度就會很高的了 那些分子結構可以是這樣 你剛才講的那些晶體的也會是這樣 如果你說是那些四方形的晶體結構 我們就見不少了 是不是? 那些鹽粒 其實就是這樣的四方形的晶體結構 另外我們還會再 如果一個水晶 你看到那些可以更加多的 很多時候就是一些 三角形或者六角形的一些這樣的結構 反而你說自然形成一些五邊形結構的東西 其實是少的 反而是 而且剛才我們講這個 這個結晶體裡面的對稱形狀 這個就是2011年 那個諾貝化學得獎的不夠項目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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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這個鋁裡面 它找到這個應該是 Icosahedral的這個結構 就是剛才你說的 二十面體的那個這樣的形狀 那個是不是二十面體呢? 是的 有二十面體的形狀 這個就是柏拉圖式的幾何形狀呢? 其實就是剛才剛才提到這個不達哥拉斯 因為事實上柏拉圖的哲學呢 也都很受到這個不達哥拉斯的影響 那是說呢 就是這個世界是怎樣的本質呢? 世界是一個數學的本質 我們可以從這個音響 幾何形狀呢? 可以了解到那個宇宙原本是怎樣的 就是一些數學的規律在裡面呢 我們可以找到的 是的 是的 所以你這次叫做 發掘這些這樣的十二面體 二十面體呢? 對於今天科學那個價值就不高了 但是你說如果要考證當時的人的那種自學思想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多值得紀念的一些遺跡來的 嗯 好 那我們這次有結束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那麼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面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的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那個女人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 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的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